各位老师与同学您好 本部影片将会帮助您如何使用 安卓的手机或平板的Play商店 来下载我们Pasco Sparview G6分析软体 在安装软体之前 请坚确保您的系统空间足够 并且开启蓝牙与GPS定位 以利于后续的软体操作 好,那接着我们来点击进入Play商店 搜寻SPRKVUE 接着来进行软体安装 在安装软体的过程中 您可以到YouTube搜寻习唱科教 在我们最下方有个Sparview Q&A的影片清单中 您可以先了解如何操作我们的软体 例如您可以使用蓝牙来连接我们的五线感应器 那感应器这边您可以透过它的外观 来判断它是使用传统蓝牙 还是新版的BLAD的蓝牙连键 如您使用的外观 它是属于白色的 那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APP 直接来进行蓝牙配对 如果是其他的版本 您可能要先到系统的设定中进行蓝牙配对 接着再进行相同操作 或者是您可以使用手机内建的感应器 例如加速度或者是麦克风 以此来进行实验的记录 好,那我们现在的软体这边已经快下载好了 好,我们静待一下 好,那在开启软体之后 它需要进行一些权限的设定 那建议请先多按允许 那如您未选择 它则会预设在不允许的部分 好,接着我们来开启软体 好,现在我们先选择允许存取 好,那在第一次安装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改进我们软体的一些医名资讯 回传 那您可以选择4或否 这并不会影响软体的操作 在这里我选择4 好,接着呢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他体式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使用内建的麦克风来进行实验记录 所以在这里我也是选择允许 甚至说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内建的GPS定位 那同样都是选择允许 奴宁会使用到相机来进行实验的记录 那在这边也是可以选择直接允许 来进行后续的操作 好,让我们再回到实验 好,那我们今天的说明到此结束 那奴宁为选择这个部分的权限 也可以到我们的系统来进行权限的设定 那这方面的说明 我们也再回到后面的影片来进行操作 说明到此结束 谢谢